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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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慧 今天这个天气 不是很热 家里就划得 做完了 准备上餐 来这里种点红薯 顺便把周围的草 野草给割一割 突然发现 这边有一大片鬼真草 鬼真草 在我们农村里 是非常常见的 一种野草 我们农村人 一般很经常把它 拿回家去熬 熬洗水来喝 至于这个 这个鬼真草 有什么作用呢 今天就分享给大家 鬼真草的最主要功效 心肝明目 还有那个清热解毒 对于 还有对于就是那个 急性这个盲肠年 还有这个高血压 都有一个很好的作用 这个 我们农村人 一般经常带他 回家来熬水喝 不管是健康的 还有不健康的 都可以拿他来熬水喝 还有大人小孩 都可以 通用的 这个一般都可以喝 现在带你们来看一下 这个鬼真草 是长什么样子的 俗话说 三叶鬼真草 看到了吗 他一根都是三片叶子 我们一般用他来熬水喝 就是用玄草 就是总根的 连根拔起来 然后这样子给他折一下 洗好了 就直接放进去 煮水来喝 用新鲜的 功效是最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根 这样子 随便给他拔起来 他都是比较干净的 然后直接拿回家 就稍微洗一下 放进锅里 然后给他泡点水淹没 就可以了 然后煮起来喝的话 就是味道很好喝 鬼真草 在我们这里 然后就是龟属于肝 汇大肠筋 在我们农村里 他最主要的就是 心热解毒 善于活血 还有比如说那个 咽咽 肿痛的 感冒的 然后喉咙比较干痒 还有有时候就是上火 大便比较干 来喝 用他来熬水喝 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然后有时候就是 黄胆 那个肝炎嘛 还有手房 皮肤房 然后都可以来用他来熬水喝 喝他的话都是效果都是相当不错的 鬼剑草怎么找 像我们农村这个路边 一般走过来都是一大片 然后 你来看一下 他就是长了很多这种 好像是 反正你走过去的话 他就把你扎的一身一弧看到了 然后有时候人家都是比较 被扎到了比较讨厌 然后要一点一点点的把它摘下来 鬼剑草是很多人见过的 但同时也很多人被他扎过 可是就是很多人不知道 他有这么多的功效 然后在我们农村里面 我们是很常见的 现在就把它分享给大家 然后 他是一种野草 但同时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野草 好啦 这期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有喜欢的记得给我点赞咯 然后下期再见